来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 这个我们叫KM0 它是我们五号公路的零起点 就是从巴胜出发 一直往北可以去到太平 然后从巴胜出发一直往南 可以去到柔佛州 我是阿飞 我是巴胜人 也是新村长大的孩子 我也是Janganglang的创办人 主打的呢 都是巴胜的社区导览 讲到创办这个东西呢 大概2016年的时候了 所以就开始一个人走入社区 然后去收集这些资料 去采访这些老行业 将它整理了起来之后 我就将它设计成一个导览的路线 然后开始就去带外地的朋友 一起去走走巴胜 去认识自己的家乡 巴胜对我来说 其实它就是一个文化历史 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海港城市 它是我的家乡 我必须去认识它 甚至去爱上它 巴胜这个名字怎么来呢 其实有好几个版本 相传很久以前 我们这些华人下南洋 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不懂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就一起去询问 对方又听不懂双方的这个交谈 所以就基同亚讲 就指天画地 河水就涨潮了 就马来人就告诉他 阿一巴胜阿一巴胜 华人所说的这个巴胜巴胜 可能就跟这个巴胜 有语音上的接近 我本身是个导游 然后我们每次就是 会带人出去旅行 你会去马六加 你会去太平英 你会去槟城 你会去很多地方 当然导游去到这些地方 你就要去解说 去介绍这些地方 游客反问的时候 发现你本身来自哪个地方 我说我来自巴胜 巴胜有什么啊 巴胜我只知道有个肉骨茶 然后真的是当机 你说不下去 所以我觉得 我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导游 我必须要做一个 真正认识自己家乡的导游 我们把巴胜变成是一个户外学堂 所以我们会将这个老街 分成好几个部分 所以我们有其中一个 就是比较受欢迎的 就是老行业的这个社区导览 还有就是亲子旅游 还有就是巴胜美食一日游 最新的就是我们开始去设计了 一个班达马兰新村的美食导览 我觉得最感慨的话 可能我三年多前走进这个社区的时候 你会看到还有好多的传统行业还在坐着 但是三年后今天 我们已经发现有很多的老店已经收当了 有些老建筑物老店铺已经重新被翻修了 也会比较的心痛一点 在另外一个三年可能又有一些老人家不要做了 或者是还有一些老建筑物又面临要被拆迁 很多人第一次来到巴胜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印象 就是想到巴胜 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到肉苦茶 我们时常在导览的时候我们都很强调 今天要让你发现肉苦茶以外的巴胜 所以当整个导览完毕之后 他们就会开始想 原来巴胜不只是只有肉苦茶 原来巴胜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机关行业 然后才会发现原来巴胜也叫做乌鸦城 乌鸦城跟巴胜有什么关系 所以大家就会开始有很多的这些疑问 在最早的时候尤其是最早你在推广的时候 我们觉得就算是一个人 我都必须要带他出去认识巴胜 推广的能力非常的小 陆陆续续办了好几次的公开导览之后 有好多的在地的巴胜人 尤其是年轻人来参加导览 后来我发现他们原来对巴胜都有一定的热爱 所以我开始去游说他们 好不好加入阿菲 我们一起去推广巴胜 后来就从一个人演变到现在的四个人 我们这群人都必须要有一个热爱巴胜的心 所以必须对这个社区有那一份情意解 其实创办加人加人各样的目的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老照片 这些老古董全部收集在一个地方 我们将它打造成为一个 以巴胜为主题的护士馆 我们之后 我们看到了个人的爱巴胜 想购买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大量的感觉 我们的爱巴胜 我们直接也会讨论